2010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在台北世贸衣馆展出 今年有650个摊位参展 加上两岸的双博和氏族赛的加持 人潮上看20万人 业者并趁势推出优惠 上海市博五天自由行最低1万元游找 一早主办单位就先举办了抽奖活动 只有一名幸运儿能以新台币1元 购得原价新台币3万7千元的台北花博会 与上海市博会的旅游行程 吸引民众争先参加 这次的夏季旅展从即日起将展出到5月3日 一共4天 建议消费者被低价吸引的同时 也要仔细审阅行程内容 避免日后消费纠纷 台湾情报记者李燕颖报道 黄波达摄影